打疫苗之後673死 這是8月26號的這個數字 到了8月29號之後 目前是683死 那麼我們看到 在683死當中 AZ確實是最多的 總共548例 莫德納有129例 那麼高端是6例 所以您剛剛講說 我們是有這個技術的 只是把它這個帶過來而已 但是我們看到 已經死掉了500多人 光AZ有500多人 總共加起來6823人 現在還不應該趕快帶過去嗎 然後我就問你 在此之前 我們今天討論之前 那是已經解剖的 對不對 我現在才知道 我解剖完了 我才知道天啊 原來有這個技術 我就覺得我的家人是 那怎麼辦呢 就又沒辦法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他在以前 以前我們打的都是已知的疫苗 有做過三期臨床的 AZ有 對 AD也是有做過三期臨床 莫德納全部都有做過 我們以前打的都是 全部都有做過三期臨床的 做過三期臨床 在臨床的時候 那個病人數目是相當多 他就可以已經 那個時候在臨床試驗的時候 就已經釐清了很多的反應 到底是跟疫苗有關 還是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釐清了以後 以後我們在做真正 這個疫苗接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臨床 就去做鑑定 用大體結果就鑑定了 那是在AZ出來的時候才有的 AZ出來 因為他發現了 在臨床試驗的時候 發覺有這個特殊的 這樣子的一個不良反應出來 所以他們才有加驗這個東西 那高端又不一樣 高端是沒有做三期臨床 所以他的不良反應 完全是個空白 所以每個都要不能夠 把他這樣輕輕的就放過 一定要把他當作一個未知的 還在臨床試驗過程當中的 一個藥物 來去做他的一個 這個釐清動作 不可以就輕鬆的 就照以前的方法把他帶過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一個已知疫苗 跟一個未知疫苗 沒有做三期臨床試驗的疫苗 這是完全不同的 沒有做三期臨床試驗的疫苗 等於我們全國的老百姓 都當作白老鼠 白老鼠又有白老鼠的待遇 白老鼠的待遇 就這種待遇知道吧 他就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隨便就這樣 就大體解剖的方式 就過去了這樣子的一個待遇 好 那請問白老鼠 這些人要怎麼辦 我的意思說打高端之後 六死當中 有三個都是主動賣玻璃 包括這位婷律的作家陸之駿 包括這位桃園男子有沒有 什麼體重被增胖了四十公斤 包括這位基隆的女子四十多歲 家人說他身體健康的不得了 感冒都很少 這幾位都是主動賣玻璃 那麼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揍下段雨說他跟高端有關係 或是沒有關係 但是剛剛根據您的講法 沒有做完 沒有做三期 這些都是白老鼠群當中的 其中之三 那麼他們出了事 現在在整個香驗的過程當中 跟AZ 跟莫德納有什麼不一樣的 家屬可以怎麼樣主張自己的權利 這個就跟九把刀 他那個主張是一樣的 他九把刀因為他打的是AZ 所以他用AZ那一套來去做 那現在的話 是他們在這三個白老鼠之三的話 他們是不但是說 血栓是他的問題 連所有的心血管問題 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不良反應 致死的都可能會跟疫苗有關 因為他是一個完全不知道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每一個死亡的病例 都必須要做完整的解剖的 跟組織學的研究 不可以只做大體解剖的 一定要連組織學免疫 螢光染色 全部都要上去才可以的 那你其他的已知的疫苗 你可以只做到大體 你不去做螢光免疫染色 這個都可以的 但是你在對未知的疫苗 就全部都要上 好 但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國家 有這樣的一套標準SOP程序 沒有 我們看到理事長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有國際認證的疫苗 如果出事的話 他解剖應該要怎麼做 那麼像我們的高端很獨特的 只做了1.5期 2期沒有做完 這個3期根本沒做的 這個部分我們該要如何對待 白老鼠要有白老鼠 不一樣的SOP 但是就是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有媒體爆料 說法務部早就私下提醒 衛福博會覺得很有趣 還要私下提醒 這麼重要的事情 怎麼會是私下提醒 提醒什麼 說法醫所相驗的內容是有限的 所以接種疫苗不良反應 這個東西不是他們的專業 希望衛福部給予其他的指引 要不然的話 我大部分都是常規檢測 翻譯成白話文什麼意思 我驗的就只有這些 那這些你告訴我 你還要驗什麼 你如果不告訴我 我就只驗這些 反正翻譯成白話文就是這樣 那麼當然今天這個問題 現在浮上檯面 很多家屬在抱怨 主張權利 很多媒體也開始關注 今天我們看到指揮中心 講的講法又是法醫所沒說沒有做 指揮中心你想用雙重否定 沒有沒有怎樣 沒說沒有做 那到底是怎樣 有還是沒有 你有的話是什麼樣的標準 你拿出來告訴我們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對不對 你跟法醫所之間的對話是什麼 有沒有溝通 據說法務部在提醒衛福部之後 衛福部是已讀不回 沒反應 你跟我講 我也沒說我知道 也沒有說我不知道 我如果說我知道的話 將來責任是我負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叫做 以讀不回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也不知道 何況這是一個私下的提醒 法務部也很奇怪 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幹嘛私下提醒 藍尾吳伊丁就說 現在怎樣 沒有SOP 沒有答案 衛福部變成一塊大的衛福黑部 黑部一蓋下去 什麼都不知道了 淑慧 我覺得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比喻來說 現在法醫蓋相驗這一些 打了疫苗後過世的病例 都用常規檢查 他只是去驗死因 但是沒有去驗死因連結 譬如說 他只驗出這一個人是自息死的 但他沒有去驗說 他是被掐的自息死呢 還是噎到自息死呢 還是上吊自息死 後面的這個死因連結 是很重要的 打了AZ以後出現血栓 到底是他莫名其妙身體 就出現血栓 還是AZ造成 打了高端以後出現了 這個主動脈玻璃 是他沒事就無緣無故呢 還是打高端 可是現在衛福部都統一說 他的死因是主動脈玻璃 好像就跟疫苗沒關 他身體有慢性病 好像有慢性病就該死 這個是不對的 現在我們在糾結的就是 你中間沒有加上這個死因連結 你只是去很自視的去說 他死於什麼 他死於什麼 他當然死於某一種症狀 他當然死於主動脈玻璃 或死於什麼 心臟衰竭或死於什麼 這是死因 可是到底是不是疫苗誘發的 這一件事情是我們很重視 而且要了解的 大家知道主動脈玻璃 其實是很痛苦的 以前我有一個長輩 他就是主動脈玻璃過世 主動脈玻璃是很痛苦 很痛的 而且很短的時間內 他可能如果沒有急救回來 他就會走掉了 那如果今天打高端 才打六十幾萬例 然後過世的六例裡面有三例 都是主動脈玻璃 他們的身體狀況原本都不一樣 唯一共同做過的事情 就是打了高端 這樣的機率到底有多少 你不用告訴我們 這中間是死因連結是什麼 是什麼造成他主動脈玻璃 而且大家知道 我們打了疫苗以後 有六百多例死亡病例 其中有很多 很多根本就沒有列在裡面 為什麼 家屬捨不得讓過世的親人解剖 他只要不同意解剖 他就變成沒有在這個死亡病例裡面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黑數 其實還有很多 像我自己選去南港 就有這個家屬來跟我講說 我一定要解剖嗎 我媽媽本來都好好的 就是打了疫苗以後 第二天就過世了 為什麼還是一定要把老人家解剖呢 那當然我們只能告訴他說 你因為要查出死因 所以你只能解剖 結果解剖了以後 家屬含淚讓法醫去解剖以後 結果就只做這些常規檢查 沒有跟你做死因連結